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 二 我一定要吃饭 传统冰糖肘子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喜欢 必须吃啊 喜欢 但也不是人人爱 喜欢吃但是很好吃 不喜欢吃太人了 它这个肥肉会比较多 然后加了那么多的糖 厨房高手莱芝招 两款冰糖肘子激情胖壮 我选的前肘脂肪会少一些 然后滴纳盐 甜叶取作为一个健康考虑 今天的健康大改造能否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呢我们是经典家常菜 健康大改造 哎 一到这期节目啊 您就能想到我们又要改良一些 常见的家常菜 但是今天导演就死活不肯告诉我 到底改什么菜 那我今天带着这样的疑问 就问问今天来的二位 他们都是带着什么样的菜品来的 来 欢迎二位到场 那我今天就给你吃了 前面板原材料就给吃了啊 一看你就喜欢了 我就一看我就非常爱它呀 对不对 肘子嘛 是吧 是 首先咱们先了解了解 二位都是谁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 肘子好像在卤菜里面 是特别就是常用的一个食材 对啊 比如说你看啊 水冰肘子 水冰肘子 锅烧肘子 锅烧肘子 啪肘子 炖肘子 炖肘子 锅烧肘肉 烧肘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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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菜女儿来了 对对对 咱就不卖这个了 姐姐您也做个自我介绍 我姓周 叫乐乐 今天您的肘子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 毕竟现在的我们都比较喜欢有健康一些的饮食 但是呢我们又谈吃 所以呢我只是在传统基础上稍微做了一些改良 把我们大伙都爱吃的传统的肘子改良得更健康 那到底我们大伙对肘子有一种什么样的喜爱呢 来咱们听了大伙的发言 喜欢 喜欢 必须吃 喜欢 还好吧 肯定会吃 喜欢 太油了 觉得有点太腻了 太甜了 然后热量会有点高 油腻 就是它比较甜 比较腻 热量比较高 那到底今天这个肘子怎么样平定它是好是坏 到底怎么样算得改良是否成功呢 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啊 也请来了我们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 这三位呢优秀的这个美食见证者啊 都是对美食有独特理解的 那首先呢今天先从刘大厨开始吧 嗯 您看呢我带来的这个是猪后肘 有讲究啊 后肘呢它首先这个脂肪含量更高一点点 就是能吃到那种就是里面软软的那个 肥而骨腻 瘦而骨财 全在这里 对 那咱们这么着先怎么处理它呢 咱今天呢做的就是 稍稍啊在酒店当中有一点不同 因为在酒店当中做 你可能下油锅一砸 嗯 就可以了 今天呢咱来一个这个 家庭版的 家庭版的 好 用锅里来煎一下 太好了 首先呢 肘子表面的水分啊 要给它擦拭一下 以防下锅之后呢 这个油花就溅出来了 哦 反正在我小时候 我感觉这个冰糖肘子 只要一到过年过节 一定会出现在饭桌的正中间 大家吃的 吃的啊 而且还是那种热乎乎的 大家自己扒 那小孩过去扒 现在都有叉子了 好 现在都有叉子了 那时候还给手里有一个标配 就是烙饼 来一盐 往里一夹 再搁点什么冲啊 酱什么的 咱这锅里呢少来一点油 咱今天以这种煎的方式 不要太多 一点点 首先呢 这个肘子呢 已经是提前用水浸泡过了 一定要把它的血水 让它浸泡出一步 大概泡多久 泡半个小时就可以 半个小时就过了 对 下锅 首先这种肉皮呢 它一定会刮 所以说呢 你看我们尽量把这个油呢 前边蹭一下 它这个煎炸啊 特别的正宗 其实传统的这个冰糖肘子 也是这样 把这个皮啊 稍微经过煎炸之后 它那个香味的一出来 毛是不是也没了 毛呢 这个了掉一部分 然后它这个表皮啊 会有一点点的 这种小的气泡 这个气泡 其实它一会儿 也光面了入味 最关键到最后吃的时候 经过煎炸的 而不经过煎炸的不一样 它这个皮可能会 更加的就是 Q弹一点 而且呢 它煎炸的时候 产生的香味啊 它也有利于掩盖 这些腥味啊 或者说你们 不喜欢的这种味道 还能促进食欲 对对对对 金黄的颜色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很金黄 但是呢 没有那种 不能太焦 不能太焦 太焦之后 你炖完之后 表皮它有那种硬壳 它软化不了 吃起来就不好 你看这个油呢 是好放多少 还剩多少 还真是的 这个时候你看 咱就关键时刻啊 炸炸了 这么多糖 用不了这么多 我的天 它倒这么多糖 这个首先从传统来讲 炒糖色 它就应该搁这么多糖 因为第一呢 这个糖色你要搁这么多糖的话 它这个颜色出了以后 能出这种漂亮的焦糖色 另外它还有这个焦糖的 这种香味 咱们今儿的菜叫什么 冰糖色 什么糖 冰糖 那这是什么糖 不是 这就是初步加工 这个炒糖色 跟冰糖没什么关系的 它用砂糖 更方便一些 我相信啊 它会不会用冰糖的 好了 你看我们的糖色 撩起来之后呢 你看这个色泽 非常的通透 更潮一些 对 这个时候呢 它们要开始 加点开水 好 在时候转大火 给它烧开 我们就开始下入陈皮 陈皮的作用是什么 你看陈皮跟山楂 肝来搭配呢 一个是 能使这个肘子 快速熟烂 再一个是呢 就起到这个曲腥 解腻 同时呢 开胃 煎皮 好像现在 基本上炖肉 都得搁山楂啊 对 这个在厨房里头 比如炖这个牛羊肉 搁一点山楂 能够让它这个 加快破身速度 缩短的时间 实际上山楂 一个是可以有一部分的 去除腥味的作用 同时呢 因为它里面本身 还有很多的风味物质 它能让这个肉的 这个味道啊 更丰富 散发出来 来点酱油 好 这个时候呢 咱们把这个盐 下锅 六克盐 那我们放了六克的盐之后 我们要放多少冰糖 这个冰糖呢 这个基本上的 一百克冰糖 就要多一些了 下锅 冰糖走的呢 这个糖呢 一定要够量 要量 它这个冰糖 加的确实有点多 这么一大块 我们居民的 膳食指南里面 建议大家 是每天的这个天下糖 大概是在 二十五到五十克 所以它这刚才那一碗 相当多的糖 其实这个不是很好 从传统意义上讲 我觉得啊 它各种多糖 也没毛位 我相信啊 这一个大肘子 其实连汤带肘子 每一个人 可能只吃一部分 你吃不了的 一百克的全部 而且好多 都在汤里头 这个时候 咱们这个肘子呢 要下锅 下锅之后呢 其实这个水呢 可以再来一些 这个水呢 要没过肘子 你看啊 它这水 其实加的挺多的 这是很正确的 必须水要没过肘子 没过啥 因为它这个 长期的炖煮 让它里面 那个成熟 外面成熟 如果你加水加少了 可能会里面 有一点不断生 就变成半蒸 没错 啥味就变成蒸的了 没错 太容易出味儿 对 这个火候 有什么变化要求吗 这一定要是 小火慢炖 两个半小时 之后呢 咱们要 关火焖自一个小时 还要再焖一小时 对呀 因为时间的关系 咱不可能在现场 等着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 咱们把这肘子啊 还是捞起来 放入这个 汤锅里 像这么大肘子 二斤左右的肘子 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可以 关上火之后 也是在里焖 最好的焖个 二十分钟 半小时左右 这样它的这种味道 能够很好的 更加入味儿 进入到这个肘子当中 好的 它这个在家里 做起来就方便了 现在呢 咱们把这个汤汁 过滤出来一些 那我们就进行 收汁这步了 收汁这步 冰糖肘子呢 就是自来收汁 不用勾芡 不能勾芡 一勾芡呢 这不叫冰糖肘子了 现在就是收汁要大火 大火 它一定要给它收浓 像芡汁一样 收完之后 它是红红亮亮的 其实这个时候 它要把水分蒸发掉 然后要香味更加的 我们要浓缩一些 对 它里面有好多 比如说你 因为有猪皮嘛 有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然后有糖分 这些东西你熬了之后呢 它最后会形成胶状的 胶状 它能够上色 能够糊在上面 没错 拉丝了那个汤 对对对 咱们稍稍断个小火 继续收着 咱们就开始 把它肘子捞出来 好 出锅了 很漂亮 我特别理解 为什么导演 提前不告诉我 今天要做这个 好 胶汁 好 嘿 好 接下来我用公块呀 赶紧加上一点 我们这场现场呢 还有几位老师 那我们给他准备一些 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这么好的肘子 一定要配上我们 非常香的米 买米买面 认准福林文 福林文米面 回家吃饭 只定米面 你一定要吃这种带皮的 而且跟你饭在一起吃 好香啊 这个冰糖 这个汁水啊 拌上米饭 太好吃了 严选鸡肉 才能安心长鲜 太得乐 三鲜鸡精喊您 回家吃饭 那到底这道菜 符合几位老师的胃口呢 那有请我们工作人员 宋上达 嗯 我突然有点紧张的感觉 我们这个分 几个方向 都是大伙所关心的 一个是健康 一个是难易度 还有一个是口味 那么到底 我们刘大厨 在第一个难易程度上 会获得几分呢 他就获得 难易度八分 冰糖肘子 在我心里的难易程度啊 满分只有九分 因为简直是太复杂了 但是今天啊 我觉得这个大厨 做完这个冰糖肘子 我发现 哎 在家里面 如果花一些小心思 和小时间的话 还真是能做出来的 所以呢 今天我给了一个 八分比较高的成绩 那么口味分 他最终的答案是 七点八分 这个我给给个高分 为什么呢 其实他所有的这个做法 非常的传统啊 吃起来呢 口感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香 就缺一张烙饼 但是我人呢 要求稍微够一点 所以今天这分呢 算是一个高分 健康的分 到底能是几分呢 健康分它就是 六分 那我给的分呢 是六分 主要原因呢 它是一个厚肘子 它这个肥肉啊 会比较多 多 同时呢 还用油煎呀 然后加了那么多的糖 但是太好吃了 又是中国的传统剂 所以我想给六分 传统版冰糖肘子 用棉白砂糖炒制糖色 用冰糖提味增香 通过长时间炖煮 实现软嫩香甜的口感 让人回味无穷的同时 其热量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含量 都达到了极高的数值 那接下来呢 我想问问中姐 给我有很多的压力 对 希望您根据以上的这几点 从而改良您的这个菜 好不好 好 所以您跟大伙说说 您改良的这道肘子叫什么 还是冰糖肘子 那能不能超过刘大厨呢 咱们拭目以待 做这个烧烤炉 对 为什么有这个mini小烤架 实际呢 我就避免了太多的油的摄入 所以我就直接烤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有一些毛啊 什么毛囊 它也就会在烤的时候呢 就给它烤出去了 这个也是后腿吗 我选的这个是前肘 脂肪会少一些 然后呢瘦肉多一些 就是您这个控制了这个肥肉 但是是不是会不会口感 就会差呢 咱们看 试一试 试一试 肯定还有保障 对 给烤边说吧 对 这种烤的时间 可能就会比 它除了那个时间要长 对不对 稍微长一点 大概半个小时 到四十分钟的样子 它不一样了啊 用烤的方法 但是这样是不是就比油炸 油煎 能稍微好一点啊 对 要是从营养角度来讲 确实是这样的 它烤一下呢 里面的脂肪啊 会流失一部分出来 而且它油就直接就掉下去了 它不会再吃 它这是动了心思 但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你烤制的时候啊 还是得注意 就是说它这个火候啊 要稍微看着点 你如果烤焦了 会产生致癌物 对啊 它还不够那个高级点的 变烤箱 对 因为烤箱啊 更合适 有恒温嘛 这个经过长时间的烤制啊 它的表面已经变了很多颜色了 对 那我们这个烤制后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准备 我们的调料了 对 你这边开下一步准备操作 让这边刘大厨 帮您看这个 您炒糖色 对 你们能看到我 这里没有冰糖啊 我发现这里确实是没有冰糖 你看那一碗 那就是冰糖 我把冰糖就直接打成粉了 真的假的 真是 真是 甜不甜 甜 为什么要打成粉啊 把这个冰糖 毕竟我们是业余的 所以就是很多在熬这个糖色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不像专业量 能够控制的好 对 所以呢 为了偷懒 所以我们就给打成糖粉 并不能叫偷懒 我觉得这是一个 独特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对 大概放多少冰糖粉 这一碗的话 大概是40克 我是放一半就够了 如果用冰糖粉的话 比纯白砂糖啊 比什么熬冰糖啊 简单太多了 更加容易融化 但是从这个实战者来讲 糖量少了 锅油这么大 它其实炒这个糖色 难度有这么样 那它刚才炒的时候 实际上是这个糖的一个 焦糖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糖在高温下 它脱水 生成焦糖色 其实这个原理呢 在我们生产这个 老抽的时候 也用这东西 用家里 也就焦糖色 它这个颜色呢 感觉啊 就好像火候还欠着 这颜色还没出来呢 对 好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糖色炒好了 我们就开始掉水了 前边的步骤差不多 对 过过过啊 这就放水了 这颜色明显就不够了 没到颜色呢 倒了 抽极了 因为这个锅太大 它温度太高 它可能也是炒糊 所以赶快加 但是第二的话 确实容易第一翻山 第二 它这个颜色不到位 那可能就不是传统的一个味道了吧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是什么 低钠盐 因为我妈妈呢 是雪花糕 其实它用那个低钠盐 还是比较好 因为本身我们中国人 吃的这个钠呀 是偏多的 换一些低钠盐呢 是有利于降低 我们那个钠的收入量 这个低钠盐大概的话 它的这个钠的含量 会比我们普通食盐 减少20%到30% 而且呢 它是用甲盐替换钠盐 并不是说就是把盐减了 钠减了 咸度其实差不多 咸度差不多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是 比如说肾病患者 它的这个甲的收入量 是要适当控制的 所以他们还是最好 是用普通的食用盐 那么这时候呢 我用的是另外的一个容器呢 汤锅 汤锅 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把肘子 起过来 正好 把我们调制好的料 倒入我们的这个 第二个汤锅里面 接下来再进行一个 长时间的炖煮 是不是 这么大的尺寸的话 要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 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的肘子已经炖成这样子 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田叶菊糖 田叶菊糖 这个放多少呢 这一种 10克 10克 田叶菊 从来没听说过 能什么 田叶菊嘛 这种菊科的植物 从它里面提起出来的 它的那个甜度是 折糖的大概300倍左右 而且它的能量 300倍 对 关键是它的能量 比我们普通的那个糖啊 要低很多 而且它不参与我们代谢 它几乎就不影响 我们的血糖的波动 哦 血糖有问题的 吃这个 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 现在呢 来让我处理一下 我的配菜 好 一般我喜欢是西兰花 这样实际来讲 就是过水 一抄一下就非常简单 好 也不用任何的炒啊 之类的 那我们的西兰花呢 已经抄的断生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是把 煮熟的冰糖肘子 就可以放到容器里了 对吧 好 我现在开始要摆盘了 那么时机呢 我这里跟大厨不一样的 就是我没有最后的这个灵芝 我还是希望以健康 多考虑一些 那么关键时刻就来了 到底是刘大厨这种 传统的冰糖肘子更受欢迎 还是改良版的冰糖肘子更受欢迎 那咱们就请第二现场的 几位老师做定夺 很有嚼痛 我觉得这个外面的表皮 是我们讨厚的紧致的感 但是它没有像这个 主要厨那么软的 如果家里有这个三高的 这个老人啊 按这种方法去做 确实是很健康的 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 泰特勒三鲜鸡精喊您 回家吃饭 那到底我们终结这个分 跟刘大厨这个分 相比较如何 来 请上我们的答案 谢谢 好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从难易度上 刚才我记得刘大厨的 是8分 8分 那这个您的这难易操作 是多少分呢 给分是 7分 为什么比刚才 8分少一分呢 我觉得 它先烤了一下 这一烤 我觉得在家里面 就有点难了 口味分是 5分 哦 从口感上讲的 冰糖轴子 它吃的就是一个软嫩 它相对来说 有一点柴 有一点这个 有不到 好不到 另外这个颜色 我们看呢 也是偏黑了 所以这两点 我给它抛了一些分 健康得分 最终答案是 9分 我给的是9分 挺高啊 对 这分是给的很高 因为它确实下了 很多的心思 就是在我们的 膳食健康里面 我们讲三碱 碱糖 碱盐 碱油 它都有了 全看了 所以不能给10分 给9分 改良版的冰糖肘子 采用烧烤减汁的方式 把每100克冰糖肘子的热量 从328千卡 降低到288千卡 减少了40千卡 热田液菊糖 代替部分冰糖 把碳水化合物 从10克 降低到了6克 减少了4克 用低钠盐 代替精盐 把钠含量 从491毫克 降低到385毫克 减少了106毫克 今天这改造 总是突出了我们 这个向往的健康生活方式 和这个健康的生活想法 用我们的这种 简单的这种 低盐的摄入 还有我们糖的变化 让我们吃上去以后 更受益 希望您吃得更健康 这就是我们改良的目的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